大家下午好,我是海东 我们简短的做一下收屏 指数尾盘出现了一小波的跳水 绿色收盘 跌了两个多点 北洋资金今天又是单边流出 一天流出,一天流入,一天流出 这里主要还是说 大盘已经运行到了重要的压力位 这里分歧是很正常的 但是核心还是说你对未来的看法 上涨加速2100加,下跌2700加 比上午越好 涨停79加,下午很多 看大盘其实也跌不下去 就是资金拉尾盘 但是今天不好的就是有几个跌停板 三只跌停板,有一只天地板 也正常,都是涨得比较高的 我们先看一下指数 今天港股,主要是港股在涨 因为港股,怎么说呢 确实是比我们更便宜 小票略好 因为今天涨一版的小票 市场继续在万亿成交 就不用太担心 这个量放的还算健康 像国人2000序列高9 序列高9之后出现震荡 是正常的 这里小票其实虽然今天像国人2000 涨得比较好 短线还是要注意一下 短线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已经运行到压力位了 前面给大家画的是7252 今天最高7228 基本上也是到了很关键的位置了 这个很清晰 对吧 给大家画在这个地方 所以小票后面 虽然今天小票涨得好 但是从指数角度来看 因为它毕竟是反映了2000多指 重小市值个股的整体走势 不能还说不能以少量的涨金个股 来判断这个方向 国人2000序列高9 叠加已经今天已经是 无限逼近这个压力位 反而我这个位置短线 小票要注意一下 上轮50 我前面说了 上轮50都问题不大 上轮50一直是在15分钟 大家看 再给大家放级别大一点 这是前两天画的 这个30分钟的箱体 是不是一直还是在箱体内运行 没有脱离箱体 它是在这个重要的压力区域 上演 跟上轮主书一样 在上演做强势的震荡 这是更有利于消化左边的筹码 就是什么 你在下面震荡 有些微套的 它就不愿意出来 在上演震荡呢 大部分 不赚钱吧 有的就保本出来了 是更有利于这里面的筹码 快速地置换出来 快速地交换 这样后面 更有利于向人突破 这是整个它为什么这么强震荡的逻辑 不要看着好像也没怎么长 有些小这种假阴线 看它的位置 它的什么位置 看它的小周期 没什么太大问题 上任50和上任指数是有可能最先向上攻击的 上任50 上任指数也一样的 你要看 对不对 也是一个相继承荡 今天继续延伸 从小周期上来说 对吧 还是收在了3073的上行 一不一个台阶 看这个 还是一个上涨趋势 对吧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说 这个30今天摸了3090 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 是不是像双头啊 这两个头还平头 一样高 0.01都不差 从目前来说 概率不大 还是说 大家看 再稍微大折去 30分钟 这里是 继续在更相继的上沿 做震荡 只要短线 只要3060这个位置不破 就是还是有攻击年限的需求 对不对 也是在这个相继的上扬位置震荡 我还说 这种震荡是强势震荡 是更有利于小火虫 不说吧 这个墓碑线里头 它全部结放出来 这样一半出来还是有希望的 主板指数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混成300 也一样的 都是一个相继震荡 而且是相继上沿的相继震荡 这种震荡是主动性很强的震荡 就是来吧 你实在不看好就出来 把城堡码交出来 那不是在这做 真正的做好人 做解放军 来你给我 你们走了 我留下 我套在这 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说耐心的等 你看看这里面 这个区域 很简单 这个区域大概持续多长时间 对吧 17个交易纸 而我们才9个交易纸 那正常来说 有可能再震荡一周都有可能 这就是拼耐心的时候 这个是拼耐心的时候 你不然的话 一周都是这样 会把人折磨疯的 你天天会被这种恐惧 就觉得真的 是不是又要像年前那种 但是中小市值 他们你看这些指数 就做得不是太强 对吧 中融物版 就要弱一些 包括创业版 甚至科创 科创我反复说了 824这个也是强压力位 因为它是这个相提的下眼 所以说主板强 又强是道理 4000多亿的汪汪队的资金 就是护生300上轮50 这些做的这些权重 ETF 板块上 今天主要是银行 白水 证券 保险 这种互盘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指数也会滤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你看它的运行节奏 就是指数长得快的时候 他们反而就是要滤一下 指数大家信心不足的时候 他们就红起来 就是震荡 就是你担心它跌 他们就起来 你觉得它要突破了 他们就压压盘 这里就是震荡 就是震荡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热点上目前 至少今天旁边上还是 这个有些K米 对吧 后面下午有一部分 冲耳火热的 个别的有反酬 但是量放得太大 放得太大 这里其实就是不是 就是分歧就很大 就放倍量 这种那就说明这里分歧很大 有些并不是太看好 只是说 有个小题材 就要吵一吵 就是现在主要是情绪好 要是年前 什么题材都没用 现在就情绪好 给一个同连接 搞一搞 给一个这个就搞一搞 反正就是来一阵风 就要吹一吹 另外一个最强的 其实没怎么吹的 其实就是低空 但是低空今天盘口 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放量 所以说这里还是不要过于追涨 然后连板上开始出现低天板 红达昨天连续两天放量 今天这种量就是没有资金再去推了 安那基本上这种双头 二二五五 这个涨天价非常不好 双对子盘口 这种两根巨婴基本上是见顶了 然后其他都是常煤炭的 也是一波下的 大家最近对煤炭高股息是不太感冒的 所以说这种 昨天放了巨量之后 基本上就是跟分资金就是不太强了 另外就是像这种 手机产业链的 你的电广 这不是正宗的给煤炭是一样的 就是今天分歧很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市值的 今天基本上一半多都是红的 还是说权重要强一点 然后大成交上来 今天主要是针对汽车 包括影视传媒 但像算力 硬件端就开始走弱 复联 但是你说有多大的亏钱效应也没有 零点几个点 然后像中纪中科高薪这些 然后中薪浪潮 基本上短通 这些硬件短期 基本上今天 就是资金面这么多 电风扇 今天还有什么猪肉啊 什么旅游啊 都在贵金水 是因为国际环境在上涨 酒店餐饮 农产品 反正都是轮了一遍 就是76个行业 目前是感觉哪个板块都要轮 所以说电风扇要对76个方向去吹 那就意味着什么 板块的切换 主线会很快 就是可能今天一会儿是传媒 一会儿是运件 一会儿是飞行机车 他们可能频度会快一些 但是节奏难度也会更大 另外其他方向呢 就是吹的要慢一点 因为每个要轮一遍 基本上76个 每天涨个五六个板块 基本上两周时间就过去了 就是这样电风扇 把大家的重心都抬高 就是雨露均沾 春天来了嘛 雨露均沾 大家又是在上涨的恐惧中 度过了一天 看看港股 港股今天是涨得比较多的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港股 这肯定是我们南下资金买的 南下资金买的 像腾讯这种潜意的回购 那肯定有点刺激 这种一般也不是外资买的 因为目前还是在对决的过程中 更多的是 我们自己要一样的抬高估值 尽量不让西方资本抄我们的底 今天北上资金流出 那么就可以预料 明天大概的北上资金又回来了 不晓得周末 都会博弈周末的一些消息 明天应该是指数红彤彤的 只是说能不能去突破3090 意义不大 这个地方其实横盘震荡 反而更有利于后面的有效突破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手中的个股 没有出现卖点止损点 吃股就行了 有机会呢 就做做超短 没机会呢 就把仓位 就是也不要太空 也不要太满 我们目前就是标准的 八成仓位 今天就八成仓位 新加入的可能因为要一比一比来 不可能一下子加那么快 新加入的有的不见得三成到五成 六成 反正我们老家人 基本上就是八成 一比一比来 不着急 一比一比一比 再接受 有充满 转 继继继继续